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踪老板最后出现的地点为何会是他女同事的家里呢 沙场出现了车折印 小货车上找到了血迹 这些应该跟案件有关 但是失踪多日便查未果 沙场老板生死未卜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沙场的车折印 沙场出现了车折印 这个上身穿深色外衣的男子名叫魏从冰 警察带她来的地方是她的岳父家 前面的瓦房里住着的是她的岳父岳母 后面跟这间房子紧挨着的是一间倒塌的土坯房 这是她岳父家以前的老房子 魏从冰在土屋面前说了这些话 而在土墙后面 他跟警察指的是地下毫无异状的黄土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是湖北省房县七星沟村的村里 这是一个现场 但是呢 是一个一年以前的现场 在这个现场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试图通过自己的采访 还原到当时的那一幕 这个案件的起点是在2013年的10月7日的那个早上 住在房县县城的饶先生说 他弟弟找不到了 饶先生说 从弟弟9月30日失联到他来派出所报案 已经过去了8天 一点信息都没有 而且人也联系不上 起初 饶先生并没有在意 因为弟弟外出之后 曾经给他的合伙人发过短信 告诉对方说 这次外出是有事要办 但是几天过去了 饶先生的心里越来越感觉不踏实 他走进了派出所 始终有可能是自己外出 或者是迷路 或者是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是首先是登记 据查 饶先生的弟弟叫饶光华 今年43岁 作为一个成年的男性 几天没出现 他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未必就是出事的 但是哥哥饶先生 却一直坚持弟弟外出 没跟家里的人联系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跟弟弟有一个习惯上的约定 他要到哪里他应该过说 但他又没过说 也没跟家里 也没跟人说 到时候都联系不上他 据饶先生反映 他的弟弟饶光华 2011年在引吉府镇 跟另外四个人合伙 做杀石生意 当时他们一共投资了60多万元 饶光华拿出了30多万 占的股份最多 所以他在沙场里面被人叫做老板 他们经营的沙场 是在引吉府镇 玉滴殿村 一处偏僻的山沟里 平时 饶光华就在沙场居住 而沙场里的工人也说 他们没有见到老板 也有八九天之久了 既然饶光华经常在沙场居住 平时肯定会跟村里的人有所接触 那么对于饶光华的离开 附近的村民是否能提供一些线索呢 经过警察的初步了解 不仅是饶光华的哥哥 包括沙场附近的村民 也都觉得 平时深不离场的饶光华 这次莫名其妙的好几天找不到 是不正常的 究竟这个人是怎么失踪的 到哪去了 是不是有意的躲起来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警察找到的这个人 就是沙场四个合伙人之一的代光钱 就是他告诉饶光华的哥哥 曾经收到过饶光华的短信 你最后一次看到饶光华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看到是9月29的下午 代光钱说 当时饶光华跟他一起 在工地上维修设备 但是9月29日的下午 他们分开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饶光华 这期间他给饶光华也打过电话 但是对方一直关机 就发了一次单询 但没有打过电话 上次我发了一下 那也都在 在10中子圈10中之后 7人库 10号 代光钱的手机里 现在还保存着这样的一条信息 是着光华 10月1日下午18点22分 给他发过的短信 内容是 这段时间 我要到外面搞点票子 那女人指望不住 你在场看住 一切不要等我 你们看着干 我不管了 代光钱说 他接到这条短信 自己也感到非常突然 洗衣衣服好 一直都去买三女人 他刚才说 那个女人是支的 谁啊 肯定是支会计 会计是谁啊 掌销亲 掌销亲 对 饶光华所发的这条信息 非常蹊跷 至少告诉大家的一个内容是 饶光华的消失 似乎是自己主动离开的 而不是被迫的 但是呢 另一个内容 是他放弃了管理权 这是为什么呢 据警方了解 饶光华的这个沙场 一共有四个合伙人 饶光华失踪了 刚才说话的是一个 还有一个女性合伙人 就是他短信中提到的 那个张小琴 那么这个饶光华 为什么会对张小琴 有那么大的意见呢 在饶光华失踪之前 警察了解到 他最后一次 可以落实的出现地点 就是这个女人的家里 据张小琴反映 最后一次见到饶光华 是在9月29日的晚上 张小琴告诉警察 他跟饶光华都是合伙人 因为在一块经营沙场 越来越熟 在他看来 饶光华是大股东 而他的家距离沙场最近 所以经常他请老板 饶光华到家里 随便吃个饭 没有啥不可以的 至于两个人之间 是否存在 超乎于同事关系之外的东西 张小琴坚决否认 因为做一个女人 名字是挺重要的 我儿子在家 我妈妈在家 我在家 如小老子就可以想象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做 做那些不理智的事情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侦察员注意到 调查之中 张小琴谈到过 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的丈夫外出打工 在国庆节期间 回来两天 很快就走了 他的老公是在外面打工 一年当中很少回来 那么这次走得这么快 又是为什么呢 真的像张小琴所说的那样 他和饶光华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吗 调查过程中呢 反映到四种人员 又是个外地人 所以说呢 平常都是在他们 快递家吃饭啊之类的 随后侦察员又找到了 张小琴的母亲 据他反映 女儿跟饶光华之间 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仅此而已 而张小琴的丈夫 十一期间突然离开 是因为打工的单位有事 需要他回去 张小琴的母亲还说 饶光华是在二十九日的晚上 离开他们家之后 是去联系的 而他的女婿 是在十月一日才回的家 而且从回来到离开 就一直待在家里 这个期间 他跟饶光华 根本没有任何接触 他是吃完饭 几点钟冲击在离开的 前铁牢 前铁牢 侦察员了解到 那天饶光华 离开张小琴家 是在晚上的八点半左右 既然他告诉大家 要去看跳舞 那么肯定街上 会有人看到他 经过走访 很快侦察员 就找到了知情人 9月29号 9月29号是没四人看开的 我是29号的晚上 让我们说 跳舞这儿 看来以后 他朝下车 朝他刹车的方向走 刹车在那 既然有人看到饶光华 朝沙场方向走去 那么按照 饶光华的生活习惯 基本上可以推断 9月29日 那个晚上 他又是回到沙场 去睡觉的 但是沙场里 也没有人见到他 因为沙场晚上 只有一个门卫老代 那个晚上 老代在弟弟家 过自己的生日 而且期间 还跟弟弟发生过口诀 一晚上都不痛快 老代天亮的时候 才回到沙场 沙场的办公室 和饶光华 平时住的地方 都在这一排平房里 就在老代住的屋子旁边 蹊跷的是 老代回到沙场 并没有看到 隔壁的饶光华屋里 有人 这也就是说 饶光华那个晚上 即使回来了 也并没有在沙场 待一整夜 对于饶光华的失踪 侦察员查了一个遍 始终就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尝试着 跟饶光华取得联系 但是饶光华的手机 一直是关机状态 侦察员调取过 饶光华的通话记录 经查 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是在9月29日下午 17点多钟 跟他通话的人 就是沙场的女会计 张晓芹 通话起路 最后是通话 都是跟他们一会计 的电话 有练习 练习 练习都是到他家 可做安法 这个都得到诊室了 后面都是从 他们家走来以后 基本上是没有通话 饶先生反映 他的弟弟 饶光华 电话关机的状态 是从9月29日的晚上 就已经开始了 以前 他的弟弟 从来没有这样过 所以 左哥哥的 有一种直觉 弟弟就是出事了 如果说 这个案子 是一个刑事案件的话 那么 往往 就犯着现场 究竟 现场在哪里 我们也不清楚 需要侦察人员的 做大量的 深入细致的 调查 可以证实 有人看到 饶光华 回到了沙场 但是警方的调查 没有发现 饶光华离开 当地的线索 如果饶光华 是在沙场附近 遭遇了不测 那么 关于他的不测 在这里 是应该留有还记的 根据这一思路 侦察员对沙场周围 排查了数个小时 在沙场 那排平房之外 20多米处 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侦察员发现了 小型车辆的车折印 饶光华 他们经营的 这个沙场 是把从河床里 挖上来的 混合泥沙 利用专用设备 将沙石分开 然后把沙子 运到附近 秀高速公路的工地上 侦察员发现了 车折印对应的车型 应该不会是 运货的车 厂里一般都是 拉沙的大货车 还有一些工程作业车 像这种 小货车的话 基本上没有 那么这些可疑的 车折印 会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一直在沙场 值班的代工前反映 除了给沙场 送零配件以外 平时很少 有小型货车 开到过这里 而且在饶光华 离开沙场之前 近一两个月 肯定没有 这种类型的 小货车来过这里 4月7号为止 又没有车辆再进来过 这期间都没有车 因为工人都放假了 嫌疑车辆 露出了麻将 但是饶光华 还是下落不明 在失踪14天后 饶光华又会 在哪里被找到呢 沙场的车折印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些车折印 一共有6条 车距为142厘米 轮胎的宽度 是12厘米 根据现场勘查 侦察员还原了 这辆车 到达沙场之后的 行驶过程 就在现场的这个痕迹 和持量压力痕迹来看 这个持量运达是 沿着这个 河谷进入的方向 进来 从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 走到河 进到这个地方 往前开了一会儿 来这个地囊 停下来一会儿 从那倒池 然后用沿到泪的方向 又出去了 通往沙场的道路 是一条简易的土路 跟国道 大概有200米远 如果驾车人 仅仅是想掉个头 那它也应该 是在道路较宽的国道上 可以肯定 这车既然开到了沙场 那么开车人 应该跟沙场 是有一定联系的 沙场呢 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一个 片的山沟里面 它肯定是 它与这个沙场 这个有什么关系 和这个沙场的掉头 所以呢 我们分享的 这个车 与这个受害人失踪呢 是有关联的 但是这种车型的车 在防线当地非常普遍 这也给警方的排查 带来了难度 但是根据车车印 留下的时间 和门卫脑袋 所提供的背景 来分析 饶光华的失联 似乎就是跟 这些车车印有关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车车印还在 而它四种档体 没有车进去 肚定是没有印 在四种以后 第二天 他们工厂里面 就有人发现了 这个车印 应该是 饶光华四种档弯 留下来 但是蹊跷的是 在饶光华离开之后 又给带光前的手机 发来了那条短信 警方分析 这种情况 一种可能是 短信真的是 饶光华自己发的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饶光华是安全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 这条短信 根本就不是他发的 是别人用他的手机 发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饶光华的安全 就值得担忧了 发短信的人的目的 就是要 我们给信息 饶光华外出了 他还活着 而且 根据合伙人 带光前收到的短信 来分析 如果发短信的人 不是饶光华本人 那么一定也是一个对沙场的情况 非常了解的人 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是 沙场的门卫脑袋 一年当中 几乎都在沙场 进一步推理 嫌疑人应该是知道 当晚的情况 所以 他才选择了这个晚上 对饶光华下手 那么 知道门卫脑袋 当晚过生日的 还有谁呢 老代嘴里说的 魏从兵他们两个 指的是魏从兵 跟他的媳妇 这个魏从兵 又是谁呢 他是沙场的四个合伙人当中 侦察员最后 接触的一个 这个门卫脑袋 他的弟弟是村里 一个很有实力的小企业家 那个晚上 他专门把沙场的合伙人 魏从兵也请来了 不过当晚 老代跟弟媳妇 发生了口诀 所以提前回了家 之后的一些情况 他并不了解 主角终于露脸了 嫌疑人就是魏从兵 我们再注意一下 那天晚上的场景 那天晚上 魏从兵呢 和门卫脑袋 一块儿在老代弟弟家吃饭 老代和弟媳妇 吵完架之后 就离开了 老代的弟弟说 魏从兵没过多久 也离开了 去了哪里不知道 但是有人发现 那天晚上 他去了沙场 而同样是那天晚上 四个合伙人之一的张晓芹 在家里陪着自己的孩子 他有人证 那个第一个开口说话的 代光钱 他呢 也有人证 那天晚上 他是在县城里 而那天晚上 具备作案时间的 就只有这个魏从兵了 魏从兵说 虽然在建厂之初 他是老板 但是随后 因为经营不善 他把沙场 交给了饶光华来打理 因为经常在外地 所以他并不清楚 饶光华平时的生活规律 以及跟谁有过接触 只要29日晚上 在老代的弟弟家 吃过饭后 自己其实很快也离开了 去的是他岳父岳母家 吃饭什么都没说 也就是我吃完饭 之后我就回到老丈母 回家的时候 都说在八点钟左右 警察问他有没有车 他说名下没有车 沙场为什么出现车折印 他完全不明白 还是在走访中 一个村民的一句话 引起了侦察员的警觉 他都是给他父母种面子 回来 他每次上来是自己坐上来 还是自己开车上来 开车上来的 他开车是个什么样的车 一个多点车 后头车 微号是313 多点车 魏从兵 居然有一辆农用小货车 为什么这个细节 在询问魏从兵时 他完全就回避了呢 既然这辆车 有车牌号码 警方很快通过车辆的登记信息 找到了这辆车 魏从兵有车 说谎 还有作案时间 他身上的嫌疑 陡然上升 根据车主提供的线索 侦察员在魏从兵家 另外的一个住处 找到了这辆小货车 通过测量这辆车 车轮胎上的纹路 以及宽窄 跟现场那辆可疑车辆 留下的轮胎印几乎一致 既然这辆小货车 魏从兵一直在开 那么面对警察 他为什么就不说 这辆车的存在呢 侦察员随即 对这辆小货车 进行了彻底的检查 在前排驾驶员位置的边上 车门的内侧 他们发现了一处 疑似擦拭状的血痕 警方认为 在这个地方能形成血痕 显然有它的特殊性 我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驾驶员的话 接触不到 留下血痕的位置 靠近驾驶员车门的内侧 恰在车门打开之后的 咬合位置上 这应该是在驾驶员 接触到带血的物体后 使用车辆 开关车门 不经意间留下的 很快 侦察员采集到了 饶光华亲属的血痕 DNA的比对马上进行 结果出来 车上发现的血迹 就是饶光华本人的 既然在魏从兵驾驶的车上 发现了饶光华的血痕 这说明 饶光华可能凶多吉少 而凶手可能就是魏从兵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侦察员从魏从兵 岳父岳母那里得知 魏从兵曾经在29日深夜 开车回来 给他们送过粮食 根据老人所说的情况 魏从兵回来的时间 正是饶光华失踪的时间段内 那么通往魏从兵父母家 只有一条山间的乡村路 而且道路崎岖 在深夜没有路灯的情况下 魏从兵开车回来 仅仅是来给岳父岳母送粮食的吗 我们分析这个应该是实体 应该是迈在他这个老家这个地 根据已经掌握到的线索 警方再次对魏从兵进行了询问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 他终于松了口 这种话 我把他接受 这种就杀一杀 要止死了吗 晚上 鸡舍地在一间 藏在那里 就是我也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 神祖 我在那儿 谁真的有 一无二十年 从我两家 我真是吃他 我现在才下手 然后我来 你们给你再靠心 靠心 你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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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从兵交代 在29日的那个晚上 在沙场门口 他把饶光华杀害之后 返回家里 开上了那辆车牌尾号 V313的小货车 又来到了沙场 他把饶光华放到车后 又开车去了岳父岳母家 那个沙场的合伙人 带光钱手机上的短信 魏从兵交代 也是他发的 目的就是让人觉得 饶光华还在人世 而饶光华的那部手机 被他发完短信之后 扔掉了 2013年10月12日 在作案后的第14天 魏从兵对当时 袭击饶光华的现场 扔掉手机的现场 以及扔掉的那个 击打饶光华头部的木棍 他都一一进行了指认 没错了 接下来就是节目 开头的一幕了 在魏从兵的指认下 饶光华的遗体 在倒塌的老屋下被找到 警方立即 进行了DNA的比对 结果证实 黄土之下的 正是饶光华 嫌疑人已经倒案 他为何会痛下杀手 他与被害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情仇 杀场的彻彻硬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到案后 魏从兵交代了犯罪的过程 但是他为什么 要杀害饶光华呢 据他交代 这个沙场离河道近 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是一个挣大钱的生意 2012年年初 是魏从兵召集人员 开始建厂的 后来他看到 饶光华有能力 帮助饶光华 当上了沙场的实际控制者 从那个时候 沙场就有了盈利 当年年底 就有了40多万元的进账 但是要分这些钱的时候 魏从兵发现 他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 甚至他想看看账目 饶光华都不同意 所以这个账 一次一次发销账 账目不经过同意 所以说他一直拔占到 我的账目 所以我都 都在老婆在这 后来渐渐的 魏从兵觉得 再跟饶光华合作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要求撤资 但这个时候 饶光华的答复 却是这样的 我的钱你退给我行吧 他退给我行吧 他退给我现在没钱退 你要高高不高呢 你等到厂子下回 我不开了 我们算增长 他侧姑娘比较想的 此时 魏从兵觉得 自己当初把饶光华扶持上马 完全是给自己 设了一个祸害 弄到现在自己 几乎两手空空 而且 29日那天 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魏从兵的儿子 马上就要结婚 需要花销 魏从兵硬了头皮 去找了饶光华 提出 先从沙场 借两万元钱花 但饶光华根本不予理会 魏从兵说 那天他觉得肺都快起炸了 所以那个晚上 去老代的弟弟家喝酒 魏从兵喝的也是闷酒 当得知 饶光华一人在沙场之时 魏从兵心中的怒火 无法遏制 9月29日当晚 门卫老代 生气回了家 于是魏从兵悄悄地 前回了沙场 对饶光华下了手 在看守所里 魏从兵告诉记者 他跟饶光华的恩怨 都是因为沙场而起的 如果当初 把沙场交给饶光华 打理之前 能够给他签订一个协议 那么在出现争端时 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不必采取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酿成今天的悲剧 2014年7月10日 魏从兵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实验室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了死刑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来的嘉宾 是北京工业大学的 习治国教授 习老师 今天这个案子 挺让人感慨的 几个人就是因为合伙 做生意 产生矛盾 然后最后就发生了命案 您觉得他们这种合作形式 是怎样的一个形式 在本案中那种合作形式 标准的法律授予 就叫合伙 那么合伙呢 它讲究的各个合伙人 直接要精撑合作 然后在这个管理合伙企业 经营合伙企业里面 讲究的是平等的严则 互利的严则 要共享利益 共担风险 不管你合伙比例有多大 你不能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事情 不忠证其他合伙人的意欲 如果在合伙协议里面有决定 说多长时间不容许退伙 那你是不能退伙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决定合伙的期限 那么就是可以合伙人发生矛盾 可以随时申请退伙 它如果不容许的话 你可以通过诉讼 来进行解决 就是说通过法院判决你 退伙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呢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刚才讲了 都是有法律途径可以解决的 不能通过违法的手段 甚至是犯罪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老师说的呢 不仅仅是做生意的道理 也是做人的道理 经济生活 无论你干什么事 做企业也好 经商也好 目的难道不就是一个吗 无非是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劳动 多挣一点钱 让自己和家人呢 日子过得更舒服一些 更幸福一些 饶光华不对 他在这个企业的管理当中呢 可能是刚愎自用 但是你卫从兵就对了吗 因为那天晚上动了杀鸡 杀了这个人 现在的卫从兵 心里会有一丁点幸福的感觉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建设说法 感谢习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